欢迎来到小韩书故事 小韩带来向风而行 番外之消停 第四十六集 深行 深城 在深行的日子 忙碌得比陆行有过之而无不及 承宵担任了这个部长助理 飞的时候眼不见没劲 不飞的时候 看到桌头堆积的文件只想摆烂 但又会在下一秒给自己充满电 萧姐 回来了 嗯 打开桌面上的文件夹 加油吧 跟顾南婷始终保持着不温不火的关系 偶尔会发发微信说说见闻 提两句问候 顾南婷近期也没提他有非深城的航班 不见面光这样发微信的话 总是缺了点什么 承宵特意研究了自己的排班 下周三有一趟飞鹿桌过夜 想着要不要主动提出见面 手机画面停在当前对话框 承宵还没有想好 他和宋宋夏至有个群聊 急救的第二天就炸了 除了表达关心 还说顾南婷亲口承认要追他 当年不澄清不承认的 现在澄清了也承认了 澄清了成机长不是一厢情愿 承认了顾部长也是喜欢成机长的 可这迟来的告白迟了就是迟了 就像延误的航班 看到的风景始终不一样了 哎哎还真的有那么点想见他 见了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做什么 就是想见 但又不是想答应他那种 而是自己也说不清的想见 把头埋到壁弯里 承宵十分嫌弃自己的思绪 又被这个男人左右 嗨烦死了 就在承宵在位置上自怨自艾的时候 旁边的同事小妹走了过来 萧姐 吴部长找你 哦 好 吴浩是深航飞行部部长 承宵的直属领导 吴浩办公室 承宵 下周三是陈机长的退飞仪式 吴浩边说着边 给他递来一个文件 家有几个有行的飞行员 也是陈机长的朋友会过来 到时候主要是公关部接待 但你也配合一下 这是名单 好的 接入文件家 还没翻看吴浩 又接着说 还有 你把下周的飞行任务都排开 退飞仪式之后 还有有行的飞行部部长 留下来交流三天 到时候 你负责对接 好的 吴部长 刚刚还在犹豫 要不要飞陆舟的时候 见顾难停 这下直接不用飞了 也算省了个烦恼 翻开文件家 看看有没有认识的名字 顾难停 吴浩被他这提高音量的三个大字 吸引了目光 而后反应过来 他的老东家就是陆州航空 对哦 陆航飞行部 是你的旧领导 对吗 呵呵 是啊 现在还不只是旧领导 顾部长除了过来参加 陈机长的退飞仪式 还会多留两天 陆航的安全体系建设 在行业内是领先水平的 公关部都联系好了 请顾部长过来交流 但日程表还是要我们这边来安排 陈销很想问一句 是他自己提出的 还是深行邀请的 根据宋宋所说 陆航的安全体系去年就完成更新了 也没见他交流 陈住气 不被这个意外影响工作 陈销继续往下把名单看完 没有其他认识的名字了 清单里列着姓名 行司 职务 手机号码 住宿安排 为什么其他人安排了 机场酒店房间 顾部长反而没有呢 陈销一条条往下看 个别参加退飞仪式的 外地机长要留过夜 上面雕筑了机场酒店的房间号 顾南亭要留三天 格子反而是空白的 哦 公关部说是顾部长自己说的 说是他女朋友在深城 不用我们安排 咬咬下唇 程潇自认为 在领导面前是绷住了 没有露出什么工作以外的情绪 顾南亭这不沟通 不打招呼 先斩后奏的毛病 必须得改 还有造谣的毛病 也得给他说到说到 怎么了 之前就听说已在陆行辞职 有些不愉快 跟他有关 吴浩见程潇没有说话 自顾自不知道在想什么 也不算吧有关 但又不完全有关 负责接待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出门之前 程潇想起工作交流的话 应该是有同级别对接人的 顾南亭的助理 现在应该还是送送 对了 吴部长 关于这个交流入行那边的对接人士 如果是送送就好说话了 顾部长自己 陈机长退飞仪式当天 顾南亭飞到广州 再从广州飞深城 参与了陈机长的退飞仪式 落地的时候 收到了深航公关部的信息 在通道出口等候 打开另一个对话框 微信顾南亭落地深城 舱门还没打开 停烦地看着手机 也没有提示新信息 终于在上廊桥的时候 得到回音 微信承销 我在出口 跟着直音往外走 顾南亭在通道的尽头 看到了承销 他穿着黑衬衣 黑西裤 配了一件暗红色的西服外套 头发扎起化了妆 很概念精神 站在公关部的工作人员后半部 帮忙引导大家 上深航的派车 给公关部检查过电子函之后 顾南亭走到了承销面前站定 距离上一次 他飞陆舟 过去了十四天 顾部长 女孩笑容礼貌得体 你坐后面那台 我跟车承销 指了指外头的两台小吧 我论吴部长想见你很久了 这一次也会全程陪同承销公事公办 看不出个人情绪 顾部长 请吧 顾南亭听他走完这一套流程 还是直直地看着他 没有动 承销原来坐这边请首饰的右手 不自觉地伸到他眼前 来回晃了两下 他这是发什么呆 抓过女孩的手 又在他意识到 要挣扎之前用力握住 承销 见到你真好 伴随掌声 沉积掌的退飞仪式圆满结束 顾南亭替谢泽天送上了礼物 说明自己还会多留两天 明日在正式拜访请教 每一名机长的退飞仪式都是一次使命教育 安全教育 听着别人的经历 想象自己的未来 承销内心澎湃 他期待终有一日 即使走上羡慕的舞台 也无憾所有的经历 陈机长的师门和几个外地的客人一起聚餐 吴浩过来正式跟顾南亭打招呼 陆航行走的安全指南 总算见到了 吴部长太客气了 在信息化管理上 还有很多需要跟贵司学习 承销站在吴浩后半部的地方 他们几句客套的交流之后 有个公关部的小妹过来提示承销 让他提醒吴部长一起去聚餐 趁他们说话的间隙 承销到吴浩旁边小声提醒 吴部长 孟主任那边 知道了 那顾部长 一起吧 顾南亭之前就已经跟公关部说过 他不参与这个接待聚餐 但这当正面吴浩还是礼貌地再邀请一遍 不了 明天再跟贵司好好请教 顾南亭和吴浩两个人 都不是这种爱打官方马虎眼的 只是不熟 就不自觉地端起了官枪 一来一回 听得在一旁的承销 别扭地想笑 绷住了绷住了 你今天可是个专业的跟班小妹 那承销 你招待好顾部长知道他们本来就认识 吴浩也没有过多交代 知道了吴部长 你跟孟主任快去吧 吴部长您忙去吧 我自便 开跳回来报招待费呀 别抠门 谁抠门了 真是 放心吧 送走了吴浩 会议室的人也走得七七八八了 只剩行政部的人在收拾设备 承销拿着个本子过来 装模作样的页 不知道翻开的是哪一页 从见面开始 顾南亭的目光就很直白地盯着他看 热烈地让人想躲开 后面两天的安排之前已经发到你邮箱了 明天上午过来 是先到吴部长的办公室 OK 明白 公事说完了 顾南亭没有安排了 承销也到了下班的点 那 承销看了看点 然后放过了本子 双手交过顾部长 还需要招待吗 不用贵司招待 但是承销 一起吃饭